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错 我就放心了 再见 小螺丝丁 委屈妈妈已经出发了 委屈妈妈要走一整天 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健康的 不会让你生病 好 小螺丝丁 你就是保护我健康的机器人英雄 大头儿子 你再试一遍 这个滚铁环可是小偷爸爸小的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了 小偷爸爸 我都玩饿了 可不是吧 都祝福了 委屈爸爸不在 咱们商量一下 午餐点一个外卖好不好 都玩饿了 不好 小偷爸爸感冒了 名持警报 千万不要传染给大头儿子 我不是感冒是过敏 隔离 我们怎么点餐 我帮你们点 小头爸爸感冒了 吃东西要分餐值 小螺丝丁 你给我点的冰号餐也太清淡了 我把大头儿子的土豆烧牛肉 好吃不好吃 当心飞沫传染 小头爸爸 我想喝你的紫菜蛋花汤 不可以 当心感冒病菌 我去给你拿把开水 小头爸爸 小头爸爸 我们出去玩跳神 不许靠近感冒病菌 大头儿子 保卫你健康的机器人英雄 好严格 我和小头爸爸不能总是隔离 有道理 但是想要一起玩 先要打倒小头爸爸体内的感冒病菌才行 怎么打倒 我真的不是感冒 我是猫毛跑到鼻子里面 通过打喷嚏判断 小头爸爸感冒了 我要和小头爸爸一起玩 不可以 我的责任就是保卫你的健康 这个小螺丝丁太绝了 我得想个办法才是 小螺丝丁 我有个治疗感冒的好法子 请说 书上说大量出汗 可以把体内的病毒排出去 操作完毕 这个方法有效 小螺丝丁 跳绳可以出汗吗 好的 同意小头爸爸进行跳绳运动 大量出汗 七十字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字 八十五 小头爸爸失误 一共跳了85个 我还可以接着跳 我比小头爸爸跳得多 大头儿子厉害 爸爸输了 温度正常 小头爸爸没有感冒 危险解除 我就说我不是感冒了吗 我的机器人英雄 现在我可以和小头爸爸一起玩了吗 同意 大头哥哥 小头爸爸 棉花糖 米花好热情 大头 赶快和棉花糖去游乐场玩 远离感冒病菌 我愿望 我怎么又成了感冒病菌了 今后ica cham 洗衣服 全都给体. 洗衣服 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 怎么了 不要委屈妈妈 发生什么事情了 家里的洗衣机坏了 我没办法洗衣服了 不能叫人来修吗 打过电话了 今天维修工人下班了 只能等明天了 那就明天再洗好了 洗衣机坏了 没关系 我来修 你们放心 这个对我来讲没有什么难度的 看 跟新的一样 好可怕 看起来再修一下 放心 马上就好 这又是什么声音 不好除大八分了 糟糕 好可怕 洗衣机怪兽要吃掉小头巴巴了 洗衣机怪兽吐在了小头巴巴的身上 吓死我了 其实我可以再试试看 不要了 咱们还是等维修工人来吧 明天我还有很重要的会议 衣服不赶紧洗出来 明天没法穿 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只能手洗了 辛苦你了 喂君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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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喂君妈妈 都这么晚了 还没洗完 就是 我洗完了小头巴巴的衬衫和裤子 就想把其他的也一块洗完 没想到越洗越多 这么多 您平时要洗这么多衣服 当然了 这就是咱们一家三口的内衣外衣还有袜子什么的 平常都是洗衣机干这活 不觉得多 现在可不行了 喂君妈妈 我来帮您吧 这么多衣服让您一个人洗太累了 你帮我 没错 我要来当围屈妈妈的洗衣英雄 你是说让我帮忙 围屈妈妈一个人洗那么多衣服太辛苦了 所以我要当他的好帮手 洗衣服的英雄 小头巴巴 您要不要也来帮帮妈妈呢 没问题 家务劳动人人有责 我当然要来帮忙的了 不像你想的那么复杂 小头巴巴 您只要把裤脚挽起来就行了 开始了 大头儿子 真的会有用吗 这样 当然了 我在电视上看的 这样洗衣服又快又省力气 围屈妈妈 咱们俩也一起试试看吧 加油 小头巴巴 围屈妈妈 用力才洗干净点 好累 真是没想到洗衣服竟然这么累 辛苦围屈妈妈了 没关系 有了你们帮忙 这次洗衣服还真是充满了乐趣 我来帮委屈妈妈亮衣服 我也来帮忙 明天洗衣机就可以修好了 不过小头巴巴 我觉得一起洗衣服真有趣 以后我们要偶尔给洗衣机放个假 好不好 好 我们每个月留一天全家动手洗衣日 怎么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能帮我分担家务 那可太好了 一个月只有一天也行 没问题 我和小头巴巴都赞成 分担家务人人有着 那好吧 从下个月开始 每个月的第一天是家庭集体洗衣日 第二天是家庭集体操厨日 第三天是家庭集体做饭日 第四天是家庭集体操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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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